男嘉宾小刘22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说唱歌手 女嘉宾小宇23岁 同样来自辽宁 活动策划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是你的男朋友 前男友 不对 前男友 到底是钱还是县 前男友 那就是前女友呗 县女友 姑娘你跟她谈了多久啊 两年多 为什么离开她呀 像她说的 她刚刚说她自己说唱嘛 然后就开始有小粉丝了 那些粉丝我真的是受不了 成天的在骚扰她 而且她也是硬和人家 白天聊一聊 你晚上跟人聊什么呀你聊 晚上没聊 他们就是问候几句 然后我就简单回忆一下 就是很礼貌性的回复嘛 大晚上问我什么呀 大晚上就问吃饭了吗 然后就是睡了吗 晚上吃饭了吗 用她问 当然吃了 那不关心我们 很正常 没有别的事 正常什么呀 咋不正常呀 动动就是哥哥 摸摸哒哒 一个粉丝跟你摸摸哒 摸摸个什么劲啊 摸摸哒哒 对不不 她有没有过分的回应吧 你不能怪人人喜欢嘛 对不对 她不回她不就好了吗 你还回是吧 主持人说 她跟我说话 但是你看我这性格 我也不像说什么摸摸哒哒 然后发那些 特别暧昧表情那种人 就是她跟我说话 我很简单 就是很礼望性就回复了 我说嗯 根本就没有刻意去什么 暧昧呀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有对象 但我不能那样 没有暧昧就得了 今儿咱俩来解决问题 你是粉丝跟着来什么劲啊 那我发的东西 然后他就来了 然后我说 这个没什么 曲总的粉丝也来 朱海跑来 对吧 那我们一看 诶 曲总谁 我俩粉丝 哪来的 朱海 没事是吧 没事 你看看那小样 多大方 是吧 没事 你粉丝来了 就是也没 可以让他来 就是正好来了嘛 然后有些事 上来澄清一下 别让他误会了 人都多不好现在 这个看来准备的 还挺齐整 在哪呢粉丝 在下边呢 那儿呢 好 来来来 姑娘 来来来 姐姐好 好好好 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来支持邂哥来了 支持他什么呀 跟女朋友分手 我还是 他没有 他没有那意思 不是 你是来干嘛来了 我就代表整个粉丝团 来支持邂哥 代表整个粉丝团 来来支持他跟我分手 是吗 不是支持他分手 你听他把话说完了 让人说完 那分手是我开玩笑的 别当真 来干嘛来了 只要邂哥开心 就来支持他 让他今天心想事成 你还不太情愿 是不是 这见过吗 这姑娘 没见过 你干嘛跟那么大敌意 是 一直喜欢呢 是吧 挺喜欢的 也喜欢他的才华 然后非常喜欢他的歌 邂哥要是个单身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你看他 看我干什么呀 你说你的 看我干什么 会考虑的 不是 你别看他 会考虑是吧 但是他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你是希望他们俩好呢 还是希望 什么 他们那个 只要 邂哥开心 怎样都好 可以啊 你们现在这粉丝团体 有多少人啊 七八十个人吧 这个你负责哪一块啊 我是老大 亲主 邂哥 别别别 老师 邂哥 那个 人家说了 粉丝都希望他心想事成 是吧 你说你现在最想什么 和好啊 然后就别 别跟我分手了 你爱他吗 哎呀 你希望他爱你吗 更希望 好好问一下 你们支持 邂哥的这个想法吗 还得想一想吧 不是 你前女友你说什么 跟你说话对他好点 给我点面子 你这老抄着啥呀 我跟他抄什么了 我抄什么了呀 你刚才没抄着吗 哎哎哎哎 您您说 只要邂哥开心就好 啊 只要邂哥开心 哎呀妈呀 这是真粉啊 你们俩和好了 你开心吗 开心啊 你愿意为他放弃 你这些粉丝吗 也不是说 你愿意为他放弃 这些粉丝吗 这种问题 你愿意为他放弃 这些粉丝吗 愿意 那个哈 姑娘 这 这 这不算他心里话 是我逼他说的 呃 别伤心啊 就好好听歌吧 呃 你看人家的女朋友 如果一旦和 他不是心想事成 就是和好吗 一旦和好了 你是不是比较介意 你前男友跟粉丝互动啊 正常互动 其实 真没 我也有我偶像 我也希望跟我偶像 跟我互动 但是 呃 正常聊聊天行 我觉得 别发那什么暧昧的话 就是 就是以后那什么 摩摩达 啊 别发了 还有什么别发了 那种碟子的词 我受不了 啊 哥就叫哥 别叫哥哥 说什么哥哥呀 我的天啊 少数的 那叫 我也受不了 我知道你特无辜 你知道吗 是挺无辜的吧 有点 你无辜什么呀 你无辜 你别跟他吵吵 你那些粉丝争 那什么事啊 哎 这个别为难人家姑娘啊 现在闯哥也单身 对吧 对吧 对 其实 他表白又怎么着 现在他就是一个单身状态 他可以表白 他有权利表白 他表啊 对吧 表 唱歌 从 14年 我在你们那边上学 看到 你在 广场上 做相演 从我听到你 唱歌 我觉得你歌唱得特别好 跟别人唱的那种 根本就不一样 看到你的表演 我真的当时都深深地吸引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 当时人很多 我是一眼不眨的 等到最后 然后跑到那个 后台 跟你要了微信 谢谢 一直就这样聊着 我真的觉得挺喜欢你这个人 还有你的所有的作品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永远走下去 希望你的音乐道路会越走越远 谢谢你们支持 谢谢你 谢谢你的支持 然后不管 就是怎么怎么 这就算表白是吧 是吗 是心里话吗 你又看我干什么 人家主持人问你话 你看我干什么 他已经是前余友 你要是真喜欢他 你就勇敢地表白 我要跟你在一起 可是 刚刚闯歌也说了 所以其实 只是我单纯地喜欢他 然后我只是想让他开心就好 所以我就说嘛 这姑娘也挺不容易的嘛 刚才那就算表白了是吧 别人鼓不鼓着 反正我得鼓着 真的 因为我是觉得 大体积是真的喜欢一个人 喜欢他的作品 因为可能我心里 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为了他 我把他全押住 挺不容易的 你应该挺高兴的 不管有多少人呢 喜欢不再数量 有这样默默的支持 就好好的表现呗 不是 主持人 我不是那么不同心达理的人 他要是正常那个支持也行 我觉得我们两个 之前的事情 你们俩的事一会儿咱们再说 咱们一码归一码 好不好 反正你 是他和粉丝的事情啊 不不不 你现在你前女友 也没资格说这事 我先谢谢你能来啊 其次 其实我想 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好吧 也别太疯狂 喜欢歌和人是两回事 好吗 谢谢你啊 受委屈了 请回请回 谢谢啊 请回 对他 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态度 这姑娘没什么错 对 翻回头 其实就是你做的不好 怪我了 肯定怪你啊 姑娘 咱们把这个粉丝的事放在一边 因为我相信 如果你们俩之间相处得非常好的话 大概粉丝都不应该是问题 如果说两个人之间 因为外人而出现了问题的话 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问题 粉丝这个事确实 就是小事吧 就是小吵的事 我们俩 我真的要跟他分手 是因为他这个人的问题 他说他追求他的音乐梦想 他喜欢创作 但是现实是现实 梦想是梦想 我说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你再去追求你的梦想 他就是不工作 您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正常我们怎么的八九点钟应该起了吧 他呢是大概是中午十二点 也可能下午醒 起来就开始玩那些竞技类游戏 一玩玩到后半变 第二人起来还是那样 关键他靠什么生活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俗人 他钱从哪来啊 你接过一些演出 然后现在没有演出 说我妈心疼我少给我打耳钱 然后自己也能对付 你就直接说你啃老德了呗 不是啃老 那我妈心疼我 她给我打耳钱 我得吃饭呢 你妈心疼你 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妈吗 我现在我真的是不想工作 小雨是吧 你的钱会给她吗 等于你现在靠两个爱你的女人养着你 对吧 也接过演出 然后 你说说你接多少次演出 不也接五六四的上演吗 一个月五六四五 我至于这么说你啊 一年五六四啊 一年一步十二个月 平均一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活动 你那接什么活动啊 做点小兼职是不是也可以啊 做过 我给她找的呢 挺挺好啊 人家做点兼职 然后再回来写歌 挺好的呀 我也觉得挺好的嘛 你去了吗 我去了 你是去了 我之前给她找了一个快餐店的活动 你怎么去的 你待了多长时间来那 不是我待多长时间 我那天穿一双白鞋 然后穿了一件 就我认为挺好的衣服啊 去了 然后我就去干 我那压太大 然后又太脏 但那一天钱都不过去 我去就是洗鞋 或者洗衣服的钱 你嫌脏 之后给你找的那个时装店的活动呢 你那大品牌 你也干净嘛 你为什么又坚持不了 你说我这性格啊 我能去 就是也不是伺候我 就是挂那些衣服啊 003 就在那挂 我真 我不是说干嘛 我也不找借口 反正我就是没去 还不找借口 那么多借口 跟她在一起 除了这方面压力 还有其他的压力吗 有 就是 之前我们两个再怎么吵 都是 我们两个的事 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父母也是比较操心的嘛 然后问 她怎么样啊 能看到未来吗 我说我们两个才多大呀 只要她努力就行吧 我当初是这么说的 然后现在呢 我看到她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妈要是再说什么 我就低个头 我也不说话了 见过吗 我但愿是没见过 那不见过一次吗 我但愿那次没见过 咋了 你还好说咋了 主持人 你看她穿着这身 她跟这行人那一样吗 跟我喜欢 你平时怎么穿 我都无所谓 我也不管你 你见我妈 你就能克制一下吗 我那天真的很收敛了 我花了胡哨 我衣服全扔掉了 没穿 不花了胡哨 那裤的那个装啊 都到那个膝盖下面似的 你是什么 你蛤子呢 你的腿是那么短 竟然那个 她走那个姿势 那晃晃晃的 那鸡链是跟人一起摇吧 我妈 你以为她是流氓的就是 谁家流氓穿那样啊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到晚都听歌 我们等你半个小时 你不知道 见我父母还能听歌 晃什么呀你 你听着见我得了 听歌 然后一边走 我一边有节奏嘛 然后我也走过去了嘛 不轻松点吗 气氛 你见我父母 要什么节奏啊你 行吧 反正我现在理解了 但愿没见过 女生心里应该还有她对吧 没有 没有你来什么呀 她求来的 她求你来 你就来啊 我要听听她倒是怎么想的 心里有她吗 有啊 让你在音乐和女朋友之间 你就只能选一个 你选谁 我 这事特缺德 我知道 先选女朋友 啊 先选女朋友 就只能选一个 女朋友 是实话吗 是 看来你也没那么爱音乐吧 音乐和女朋友 你选谁 选女朋友 就从 以后跟她在一起 从此又不再碰音乐了 是这意思吧 不是 不是那叫什么选女朋友啊 我还是选女朋友 就选了她之后就不要音乐了是吧 要 要那叫什么选女朋友呢 都要 都要啊 就只能要一个要谁啊 先要女朋友 再要音乐 因为那人喜欢我 给我一切的东西 那是给你一切的东西 那就不要她 不要女朋友吧 我 就是 一直以来 从而没有什么朋友 我喜欢自己在 然后 给我特别 特别服 我喜欢度音 所以 我先把她再稳住 然后再说那些 行行行行行行 哎呀 一个提问 俩人哭 这恰恰说明了什么 这小子是真喜欢音乐 这小子心里是真有女朋友 你还撒谎呢 你心里没她呀 你没她 你陪她哭什么呀 这大体就是 爱一个人 和一份信仰之间的不同 看到了你们爱的这么难受 这么别扭 看看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是他们之间矛盾 就在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 女孩很现实 这现实一定是 不好意思 因为你知道 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 但是男孩呢 只在为自己所谓的梦想 他去幻想 我虽然不懂音乐 但是我们尊重 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也尊重你的梦想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你为你的梦想 做了什么努力 我其实也没付出什么 就什么时候感觉 我有灵感了 我能写了 你一天大概什么时候 能感觉到有灵感 也不知道对不对 比如说遇上什么事了 或者在外边 假如走一圈 哪天跟朋友出去吃饭 回来时 就感觉 好 有感觉收拾气 每天中午以后才起床 起床还要打游戏 然后女朋友给你安排了几次 脚踏实地 能够挣到钱 说白了 能够让你吃饱饭的机会 你不尊重 你不珍惜 你想想看 你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梦想去努力的人吗 而梦想实现的前提是什么 不是天天上掉下一个馅饼 灵感突然来了 让你一下火了 不可能 任何的幸福 任何的目标都从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做人开始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说唱这件事情不是只要rap 是非常好 是强调的 对 我最后就会听到 是强调的 这件事情不是中国也还没看到 现在 那扶子 是强调的 没iti 那扶子 rev 是强调的 没 对 这是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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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可以走了 因为女人是不可能跟我们看不起的男人在一起一辈子的 而男人最宝贵的宝藏是 找一个可以真心欣赏你支持你一辈子的女人 你们都要看清楚你们该选的是谁 无悔 也是追梦的一部分 明星和粉丝 应该保持单纯的欣赏与背欣赏的关系 而绝不是暧昧的关系 对 一个粉丝出现在一个明星的朋友圈里面 这是很奇怪的 他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粉丝对自己的崇拜 和他发生所谓的感情 当然 有明星和粉丝之间 有美满的婚姻的 但前提条件 第一 这是真感情 第二 明星本身是单身 这样的情况极少 所以我认为明星本身应该做到洁身自好 而粉丝应该做到安分守己 第二 我要说到明星的坎坷之路 刚才寇乃馨也说过 事实上有很多的艺术家 就是躺在女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 有 类似于像大文豪巴尔扎克 但是他们在靠女人生活的时候 他们是抱着感恩的心理 他们放低了姿态 去做着一些微乎寻常的事情 同时 他们可能就像寇乃馨所说的 郭伦一样 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创作上 而不像你 又是给自己打扮 又是打游戏 又是和粉丝撕下联络 第三 明星背后的伴侣 往往是心酸而苦涩的 因为成名之后 粉丝也好 光环也好 很容易让自己迷失 但是他们可曾知道 台底下的万千粉丝的呐喊 抵不过自己妻子和伴侣 当时在自己最艰苦的时候 给自己的一碗热汤 给自己塞下的那几十块钱 给自己真正的付出 所以我认为 其实不管一个人将来是成功集许 明星不能忘本 粉丝很多人喜欢你 有单纯的喜欢 有对作品的崇拜 有莫名的喜欢 但也有想取而代之的人 如果你想走这条道路 继续走下去 你首先要么就割舍爱情 自己吃苦 自己就创作 如果你今天觉得 你硬要走一条道路 但是你又不想 让他每天处于一个痛苦状态 你干脆就别出来 继续走你的音乐道路 多创作出一些 快指人口的作品 如果你不想 你想只想做一个繁复俗子 好好谈个恋爱 偶尔写写音乐 那就请今天开始 放下你那个所谓的明星梦 就这样 爱情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挺奢侈的 艺术这件事就更奢侈 俩奢侈凭你玩得好吗 我特别同意乃兴的那句话 对于女人来说 如果你都看不起这个男人 大概是没有办法 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爱情的路上 多多少少 有一些崇拜 当一段爱情脱离到崇拜的时候 不是爱情死了 就是它归于平静 粉丝啊 别瞎来了 突然那句话特别爱护你们 看看就行了 真在一起也没什么大意思 想清楚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也不会说什么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就把一切东西放在行动里边吧 我现在不想跟你分手 因为什么呢 就是把亏欠的东西还完以后 我不管以后分不分吧 反正把把我该做的事儿为你做完再说别的吧 我就是还是那句话 希望你能脚踏实地一些 没说不让你坚持你的梦想 你就别再那么幼稚 好 然后我也做一个承诺吧 我不带这些零的咱咋子 你妈也不喜欢 然后我今天会摘下来 这些东西 交一手就当一个承诺 看着吧 放在行动里边 回吧 守规矩 请回去 站在这并不代表 你会跟他一辈子 只代表你此刻的一种心境 所以请回去 好 守规矩最重要 请关门 我先进一段广告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谢谢您 节目首播 今天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 优惠券 领不停 其实像这样的事儿 在这个舞台上 有过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位相声演员 因为他特殊的经历和遭遇 他就来到了我们这个舞台上 希望老师们能帮助他们 通过一个小片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 腿走到时 就感觉就是有点僵硬 完了手就是打开盒上 就感觉是有点不得劲 你为什么哭了呀姑娘 感觉她挺辛苦的 亲爱她 可是我也很纠结 你纠结在哪呢 我还怕她又像原来那样对我 原来 她原来怎么对你的 你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好像是一个 就是伺候她那时候吧 看见不顺眼了 你走你滚 我不想看见你 咱们彼此都这么相爱 我是在乎你才这么伺候你的 我没有欠你什么 人家如果不想看见我 那好啊 那我就消失吧 抬头之后 我突然感觉我就特别冷静 我感觉我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个爱人 也许我会失去全部的 你知道吗 在封开的这一年当中 我尽量不让自己闲闲下来 我怕一闲下来 买老头都是在一起 快乐的一些怀疑 现在可以在一块很幸福 冲过去啊 兄弟 上啊 掌声有请 今天的特殊的嘉宾 有请 哎呦 妮可好多了 欢迎欢迎欢迎 来来来来 你好 你好 好好好 我相信观众朋友和我看到你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 哎呦 可好多了 还记得你那会来的时候 今儿带了个什么来啊 这是我们结婚这 哇哇哇哇 这厉害了 结婚了啊 好好好 开心吗过的 现在挺好 他每天上班 业余时间去说相声 他喜欢这个 我在家里看小宝宝 都想宝宝了 男保女保 女保 女保 哎呀 好福气啊 怎么着 你们 你拿手机干嘛 小宝宝的照片 哎呀 你看看 你不带来 你老给我们看照片 你看 这是你闺女啊 是是是 哎呀妈呀 太像蝶了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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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按照规矩今天来了 你们俩得拜年呀 祝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一帆风顺 耳聋腾飞 三阳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 七星高照 八面来财 九子归一 十全十美 百事顺心 万事如意 那个 我觉得这一对啊 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吧 这男孩 有梦想是好的 可是最基本的是 你得把自己的温宝 得先解决了 女孩嫁你 你得让女孩心里有底 你嫁给他之后 你现在心里有底了吗 之前没有 现在有 之前没有 现在有了 所以啊 有梦想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咱得脚踏实地 是吧 对 得把温宝先解决 这是最基本的 好嘞 祝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祝你们的宝宝 茁壮成长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情侣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知道 你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原来我不愿意送 因为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今天为你准备一出 然后把游看我 就是看我的行动 我不多说什么了 站一起吧 站一起吧 来 允许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好了 谢谢两位 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女嘉宾 药宝师 易贝师 你待会儿那个 见证你们爱情 求爱的时候 你现场来一段给他的呗 你是先说唱呢 还是在过程里来呢 就是也不求什么 这就给他戴上当一个承诺吧 然后简单说一个 因为要是求婚的话 那个东西 我感觉太重要 我医生只能有一次 然后我就简单说一个 得了 今天来到这个叫爱情保卫战 来解决我们的矛盾 因为我平时不晓得实地 让你感觉非常困顿 然后不想多说什么 别走开 留下来 我需要你的支持 还有你的期待 别走开 留下来 我需要你的理解 还有你的等待 各位请见证吧 不会啊 不会了 医生只贵一次 但不是在今天 在我成功那一天 然后能给他太饮药那一天 不让他伤心的那一天 是 是 是可以走了吗 ные 是 是 ベ